之後的話,第一個請各位把這個JDK安裝起來 安裝一下,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是這個Eclipse 那這個地方,這個是一個免安裝 也就是你如果要把這個地方把它解出來的話 那你就直接把這個,直接解出來就可以直接用 我看把它放在桌面上好了 把它解到,解到這邊好了,直接解到 那解壓說之後,它裡面的話就有一個執行檔 直接把它執行起來就可以用 所以有的時候,基本上是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隨身硬碟上面就可以放起來 但是不太建議放在隨身碟 因為隨身碟可能有時候會卡的很嚴重 所以之前也有同學放在隨身碟上面,然後就一直卡卡的 所以隨身硬碟是OK,但是隨身碟的話可能就是要看 除非你這個是高速碟,不然的話 盡量盡量,你可以試試看 那因為它是免安裝的版本 所以解出來之後就可以用 那也就是說你到時候呢,解出來之後 就把它直接執行起來 但是呢,會有個問題啦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呢,它打開之後它是一個英文的環境 那有的人習慣用中文的環境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個同學都對英文環境都是OK的 但如果你用OK,你如果說要用英文環境也OK 當然最好,可是如果你習慣 有時候有些同學可能英文不是很在行 然後看起來看那個上面的功能也會很辛苦 所以假如說你要把這個環境變成 叫做中文化的版本的話,那要怎麼做? 基本上也非常的簡單 順便講一下,比如說你今天這個Eclipse打開來之後 這邊有一個Eclipse,其實這個資料夾裡面有EXC 如果你把它執行起來的話 第一次執行 是不是很沒解 很沒解完 好,那解完之後的話 其實就是直接執行它就可以了 直接執行 OK,那第一次執行的話 它會問你說你的那個一個叫Workspace 所謂Workspace就是說 你將來你的專案都要放在這裡面 所以建議就是說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指向 你的低碟或者你的那個隨身碟 將來的話就可以把這個資料 也就是說你將來設定的專案 它就幫你把它存在這裡面 那我看一下,因為我這一台我看一下 低碟好了 先放低碟 這個低碟你可以給它一個叫 比如說一個名稱 就是叫Java